好 那個剛好上一場跟我這一場是有 在技術上有高度相關 所以我可以大概回答一下那個 上一組的一個痛點 第一個就是那個 RIG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在製作過程中它會chunk 會把很長的文本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它不能保證每一段每一段 剛好切到剛剛好 所以就造成了每一段都是片段 片段的一個訊息 然後它切了到後面的時候 前面的第一塊跟最後一塊 它離得太遠 上下文它是沒有辦法關連起來 所以RIG有這個缺點 那我今天這個PPT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說這個NAMA 你們是用NAMA對不對 那其實我用的是NAMA3.1 3.1的70 billion跟405 billion 它的這個評測其實是 是比這個 是比這個 CHGPT4 CHGPT4 是不上下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沒有什麼幻覺 那如果你是70 billion以下的 像是今天接觸到的很多 18 billion 13 billion的 那個我都有試過 那個都有幻覺 所以是很難用 所以如果你真的 真的要跟這個 這個 OpenAI 我們叫closeAI OpenAI就是close 跟這些去PK的話 大概NAMA3 70 billion以上的 就有機會了 這個是我回答的第二個 就是你的性能上面提升 可能你的這個模型要夠大 那我這個主題是 健康促進醫療 因為我本身是亞洲大學的老師 那我們隔壁就是走路過去 就是亞大副醫 那我們有跟這個醫院 會有很緊密的合作 所以我們關心亞洲大學 關心這個健康醫療 精準健康 還有一些健康促進的 一些研究 是我們有放很多的這個 資源在上面 那所以呢 我對這個 我本身也是亞洲大學的這個 精準健康研究中心的組長 所以我提這個題目的動機是這樣子 就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案子 來提升這個台灣比較弱的這一塊 數據 數據級 那這個其中之前也是按照這個online 只是說我們現在就有多了這個成果展示 跟未來規劃 那目標其實都不變 目標不變 目標 那方法在之前有提過 但是這邊有小修一下 那目標當然就是希望能夠持續的 能夠為這個台灣的這個 繁體中文的健康醫療相關的資料集 做出一些這個開源的貢獻 那短期目標當然就是 5萬筆這個高品質的這個醫療健康數據 那這個數據比較辛苦 不像它那個RAR就壓縮出來 那個瞬間就可以完成 我們這個是到全台灣3萬多所的醫療院所的網站 去爬蟲下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很辛苦 所以我們目前當然有達標啦 就5萬筆 但是這個5萬筆都是很高質量的訓練集 你可以在這個網址 就是這個Hunking page上面去看 那我們之前有做一些進度的報告 跟這個承判單位 那麼他們也是覺得是我們的品質是滿高的 這數據其實滿高的 因為等一下會講原因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來源就是3萬233個這個醫療院所的網址 他們的官網 那去找到微教的資訊爬蟲下來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要寫很多程式啦 就是要爬這些資料 那麼這要爬下來之後呢 要怎麼變成這個高頻率的數據 那還有很遠的一段距離 因為你爬下來之後會有很多Noise 那麼這之前有秀過 就是這個 這個醫療院所清單那個隨時都在更新啦 不是隨時啦 就是說我們現在之前撈下來的 跟現在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應該差不多啦 我們要做這個爬蟲 一定要先找到它的這個 Root的這個就是它的網域 那從這個下面去爬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網址是怎麼來的呢 也是爬下來的 這個網址也是爬下來的 所以我們給A欄的這個醫療院所 然後這個爬出這個UIL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你在爬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這個Data就屬於這三類 文字 要嘛就是PDF 要嘛就是多媒體 那這多媒體呢 這個我們還在規劃中 因為多媒體現在已經進入到這個影片了 那我現在的研究也就在 很快就會在這個地方呢 會有所突破 就是在影片的部分 那目前呢 我做很多這個多媒體就是圖片的 醫療的 那是跟醫院合作 那個是X光片啊什麼那些 那是不能夠外流的啦 但是 但是 起碼我們現在這個案子做的這個文字 跟這個PDF是 可以公開 好 那如果你拿到的是PDF 你爬下來的是PDF的話 你可以經過Maker 就轉出了這個文字檔 跟這個Images 那這個只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所以 這個Maker他還不錯啦 不用錢 那 也可以全自動化 那這個圖片呢 這個圖片是可以 對應到這個 他的文字檔 所以可以用來訓練多模態的大元模型 好 那麼這個 在其中的時候有講過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 這樣處理的 爬下來之後會有很多 有的沒有的雜訊 那麼經過這個NAMA 那時候是NAMA3 3.1還沒出來 NAMA3 那就做了一個FINETUNE 那這中間要經過很多的 前處理啦 那最後會得到這個 Excel這個表 這個就是我們FINETUNE的結果 我們會有一個Reference的UIL 就是 確保這個資料呢 是有可以追溯到源頭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會 由人工來確認這個資料是對的 好 那麼我們有把這個成果 已經上傳到這邊 那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會進來看一下 好 就是 因為那個 這個 成果單位 他有要求說 要寫一個這個 Data Set Data Card 就是說一些說明 好 那麼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在其中的時候有講了 一些 我們處理的一些 程序 但是呢 有一個部分呢 就是需要人工的地方 真的是不太 人力是最貴的 而且人的時間真的有限 所以這個部分有一些步驟我們其實就停了 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這整個流程大概5%的人力 95%這個層次自動化 那5%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那5% 你的資料的quality就是95% 所以那人呢 讓這個整個資料變成100分 所以那個人的佔比是很重要的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是應用的一個建議 譬如說你可以做APP 然後可以給民眾使用 那你也可以做研究分析 可以在社區上面 你也可以做這個心理方面的健康的知識 譬如聊天機器人 這些都可以 你還可以結合穿戴裝飾 為什麼我會講到穿戴裝飾 因為跟亞大副醫 或者中國副醫的研究裡面 我們就用那個智慧手環去量那個生理數據 然後也是有這些畫面的data 如果說你今天這些APP 那可以抓到你的數據 那可以得到的一個健康的資訊會更精準 OK 好 那麼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快接近這個成果的今天的發表會 所以在前幾天嘛 這個LAMA 3.1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用LAMA 3.1 那目前有做兩個 一個是Fine Tune 一個是這個Graph Rag 那Graph Rag呢 它基本上測試的結果 大概它是接近滿分的 也就是說它不會Loss 沒有傳統Lag的問題 如果全管Lag是40分 它是接近滿分的 那但是它也有缺點 有缺點 那Fine Tune的話呢 我是用這個RTX A6000去跑 那A6000我有 A6000我有 本來有13張這種卡 我有13張 那目前呢 還有11張可以用 就是如果各位有興趣 去做這個Fine Tune的話 那可能要準備好一點的卡 或者是collab 用collab 那麼 我們的這個模型呢 是使用這個on source的這個模型 那這邊有網址 也可以自己下載 OK 那麼我們做這個Rag呢 Graph Rag呢 我們是用LAMA 3.1的405 billion 好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有一些是教學的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用這個Data 我們現在上傳上去的Data 好 那這邊有一個 簡短的一個範例 然後Fine Tune的時候 我們是用LOLA LOLA的技術 那看起來就是我們GPU 其實HBPM 就是已經吃到接近 已經快吃完了 就是這個RIDSA6000 因為剛好就是它的極限嘛 其實10 billion LAMA 3.1 好 那麼這個推論結果 跟我們的訓練Data 其實是很接近的 因為我們LOS沒有訓練到 就是趨近於0 我們大概是LOS會訓練到大概0.0多 那麼問的問題 這個脾炎 這個過敏性脾炎 因為我有過敏性脾炎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測 那麼這個是Graph Graph的問題就是它訓練時間很長 因為 那麼時間到了 就是說看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其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啦 就是說時間到了 那現場有沒有朋友要提問 有嗎 請問那個老師 你們用Graph它的成本如何 這個就是大家精心計較的 用這個 那個 首先 那這個 這位先生他真的講到重點了 怎麼樣呢 才能把你的成本降到最低 我用了 我為什麼要降到最低 就是 因為你用GPT4O 迷你 或者是4O 那 我又去測過 那很燒錢 然後所以我就把那個 那個大美模型呢 換成這個 O NAMA 那個NAMA 3.1 45 billion 所以那部分就錢就省下來了 但是你還是 有一個 有筆錢就是Embedded的Model 你省不了 但是那個幾乎不算錢 所以 因為它很便宜 因為它很便宜 就是你整個處理下來 大概可能 可能 不到50塊 新來幣 就是這個5萬比 那 但是呢 ChairGPT4O 有個優勢就是 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地模型 我們現在是用自己的本地模型 你可能要跑個 20天 我們有估過 大概要跑20天 但是如果你 你用那個ChairGPT4O的話 有可能 兩天 一天 但是你想要 你知道跑ChairGPT4O 你跑一天 你看多少錢 所以我們這個是 幾乎免費 大概 大概是這樣的 價格 還有嗎 好奇問一下 就是那個 參數的設定 就是例如說 Token Size 你是維持原本的 Input Token Size 就是 Input Output Token Size 你是維持 LAMA 3.1 原本的嗎 還是你有在設定 然後還有 Findtune的資料 的分佈 大概是 是跟你丟上去 那一筆的分佈 完全一樣嗎 就是 Token長度 對 對 對 Token 你講的是 Findtune 因為那個 Findtune的話 你那個 Token的話 一般就是 我們Findtune完之後的 輸出 如果你設的 Token太小 它 輸出來的長度 會被卡掉 那 對 所以我都設 2.800 那 Input的話 Input的話 就是看你這個模型 那我們這個是 NAMA 就是128K 128K 所以 基本上 小的 小的 小一本的書 就進去了 所以就沒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你說你用的是 LORA 然後去Findtune 70B的嗎 70B 那你有做QLORA嗎 就是有這張進度嗎 這個就是QLORA 是大概到多少 4B 對 所以你推論的時候 也是用4B嗎 對對對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它幻覺 的程度很低 所以是可以用的 對 對對 但是重點在那個 70B 對 好 來 我想問一下那個 PDF那個 用那個 Maker 對 Maker 它可以 它是什麼 論文格式都 都可以正確解讀嗎 它 PDF很藍的地方 就是上面有圖表 有圖片 有的沒有的 對 那麼它的這個技術就是 先把那些 不是文字的 先分割下來 所以 你只要 這個是 譬如說 是 正常的 有做編輯過 然後轉成PDF的 它是 非常正確的 但是它那個 圖片的切割 會有一些 失誤啦 會有一些圖是 切錯了 會 對 它那個圖表 切下來 會給它一個編號 那麼它的內文 它會有個文檔 這個文檔還會 跟那個編號 是對應上的 會有個 那個地方 所以它 那這個東西是 好東西 真的 我來幫 線上的夥伴 提問 這個要怎麼切到線 不要緊 請問刪除 重複 重複列實判斷 重複的依據是什麼 怎麼決定留下的資料 是哪一筆 假設多個醫療院所都有 過敏性鼻炎的實資料的時候 我們 我們在做這個 資料的這個清洗 Data cleaning 不是用 不是用人去做 我們是用程式去判斷 譬如說 你這一個 資料 你這個資料的 那個 instruction input 跟output 其實跟另外一個 是很相似的 我們會幹掉 所以 我們怎麼幹掉呢 我們怎麼判斷呢 我們是用 大元模型 所以我們 基本上就是 我們會判斷 每一個的 每一列的 Data的相似度 跟其他 所有 跟這個文化別的 其他所有的 做相似度的比對 然後再決定 這個是要留 還是要散 OK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比較偏應用面的 想問問看 老師 因為畢竟有跟實際的醫院合作 有沒有什麼 不只是這個 project 是比較 那AI在醫療運用上的 你覺得 你覺得 AI在醫療上 應用呢 醫生是 醫生是 老大嘛 醫生說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所以我們 我們在醫療上面 這個 因為我有說 醫生 當這個博士班的 那個 研究 博士生 所以剛好他就提 他的題目 就是腎臟腫瘤的 這個 良惡性的 這個 那他 我們IRB什麼那些 都要 都還是都要做 就是 那他為什麼要提這個題目 因為他 他本身就是癌科的 這個 主治醫師 下課了嗎 所以 所以醫生 醫生他 有他的痛點 他就提出他的需求 那他的需求 就是很簡單 不是很簡單 就是 患者他 要去判斷自己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癌細胞 這個 腫瘤 是不是 良性惡性 不管他 是不是良性惡性 不管他是什麼病 他會去拍超音波 所以 超音波是 影像是 一定會做的 那 做了超音波之後呢 因為我們 我們是 研究腎臟 那所以呢 我們就腎臟超音波 跟這個 呃 他的光促使 就是這個 這個腎臟腫瘤 的良異性 還有這個腎臟的大小 等等資訊 我們是用來 呃 微調這個 多摩泰的大羽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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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使用LAMA 一樣是使用LAMA 那時候是使用LAMA2 那 我們調完之後呢 呃 那個 那個結果是非常驚人 因為這個 LAMA2他本身是有醫療背景 他 他 當初這個LAMA2 我們是選Dr.GPT LAMA2有很多版本 那我們選Dr.GPT 他會從這個醫療的這個 這個 這個背景知識 醫療的這個專業的 這個 方式 去 跟醫生講 他是怎麼判斷 這個 腫瘤的 然後他怎麼知道這個腫瘤 是良性還是惡性 可能是跟他的這個 輪廓啊 什麼那些等等的 所以 基本上 大羽毛群他 不是只有給Yes或No 或者是 這是第一類 這是第二類 他為什麼這樣判斷 那麼 這個對醫生來講 就很有用了 他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幻覺 還是無說八道 因為他會給理由嘛 那我們的正確率呢 我 我印象中是Sensitivity 是 Sensitivity跟這個 Specific 都是 九成以上 那Sensitivity也特別高 大概可能九成五 那我們有投稿 我們有投稿 那也有參加這個 AMD的比賽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用 AMD GPU去FindTune的 這AMD 這AMD FindTune AMD GPU 用AMD GPU 去做這種事情 大羽毛型這個事情 很少 然後因為我們要參加 那個AMD的比賽 所以用那個來做 所以那個應用呢 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資料的應用 大概是面對 這個 民眾嘛 但是實際上 醫院那邊的是 直接是醫生說什麼 我們就幫他做 對 那我們這一節也到這邊 我們再次感謝 老師的分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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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